国庆日当天因为邦先生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扫街败票 被质疑可能违反行政中立的陈佩琪 权势部长张哲成今天表示 依照现行规定陈佩琪的行为并不恰当 但是呢已经着手研议修改施行细则 让候选人的配偶也可以助选败票 公职候选人的配偶帮公职候选人去助选 这也是人情常理 由于陈佩琪任职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隶属于公务员 就得要受到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的规范 虽然开放让公职候选人的配偶可以上台 但是不能助讲遭到质疑太过言和 也不合乎人情常理 张哲成今天就表示 在不违背行政中立法的原则之下 一定会放宽 在年底选举前尽快修正细则 让陈佩琪也可以扫街败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